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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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月份的座谈天下 我是主持人Yanny 我身边的是我们好朋友 PG&E的中文发言人Fiona Fiona你好 Yanny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Fiona 最近我们的AI技术不是发展得非常快的 我看到AI已经可以模仿一个人 即是讲话方式 他的样子 你看视频简直是像他跟你谈计 亦引发了很多骗案 所以我想问一问 PG&E这一排的骗案 有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多了一些骗案 其实骗案是多了 不过现在暂时 AI的科技 暂时未影响到我们 关于公共事业公司的骗案方面 我们暂时未收到类似的 暂时未敢扮一些人 但就算不用AI 他们都可以扮的 即是普通人 其实今年的骗案 簡直是非常之多 我们统计过 今年初四个月 已经接到超过一万九千宗 即是比上年是多 上年全年 我们都接到大概二万三千宗 你想想 今年只是头四个月 已经是一万九 是的 涉案的金额 大概是超过三十四万多 今年只是头四个月 所以呢 还有很多是 不要报过给我们知道 这些只是 我们有报警 有通知我们 我们知道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苦主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没有出声 或者是没有通知我们 所以就是 那个严重性很大 所以我们都希望 今日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 再提一提大家 要记住那个骗案 要小心一些注意 其实一直以来 骗案很多 我们自己的电话 都接过很多 例如 杀猪盆 那些 但是 大家已经有过意识 我们已经有很多骗案 那是否 骗徒是用了新的方式 去骗民众 那我们看回 头四个月 今年其实 一些方式又不是特别新的 不过 都是那些伎俩 譬如 它的来电显示 它写着PGE 令你觉得 好像真的是 我们公司 另外 就是 它会针对一些 少数族裔 不懂得说英文的族裔 老人家 和一些小商业 最近 还加上一些地产经纪 地产经纪 是的 基本上 他们的饭用手法都很类似的 就是 尤其是普通的住宅用户 或商业用户 他就会跟你说 你没有交到电费 PGE e 费用 我们就要剁电了 麻烦你 要移籍即去 立即收到线 之后 你出去买一张 那些prepaid的 gift card也好 那些debit card也好 即是他说的 这些prepaid的gift card 就是普通商业用户 是的 都不是说 有PGE 你去普通的店铺出去买一张 然后回来打你的电话给我 你告诉我 我听号码 我就可以当是 你用这个 钱去抵消了你的电费 我们就不会剁你的服务 很常见是这样的 非常之常见 但又真的有人相信 刚才我也提过 超过一万九千宗 只是头四个月 当然他们那个 他跟你说的方法 是令到你很 很信的 说服力很大的 尤其是加上 特别针对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可能自己 以为自己大懵 忘记了给 也都比较容易相信对方 尤其是他本身 可能未必懂英文的 有一个人说中文 打开来 立刻觉得很有亲切感 或者是怎样的 是不是 就会好意上当 另外一些小商业 就是可能 其实你想想过了 疫情那几年 一些餐馆 或者一些小商业 都已经 现在慢慢在疫情复苏 尽量想做多些生意 是不是 但是你突然间 我要断你 他们都会很担心 立刻说 不要 有什么可以立刻做到的 可能他们会比较容易 去跌入这个陷阱 所以我们都是 提醒大家 我们从来同事 都不会想在电话上 问你拿任何个人资料 要你交钱 一定不会 所以大家要记住 如果是这些商户 如果真的有欠钱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个人 一般PG&E 会用什么方式去联系 最正常的情况 最正常的步骤 就是你有电费单 上面你会看到 你那个预期缴付的金額 基本上 我们一直都被你累積下去 如果你真的没有交到 甚至乎我们都不会收息 大家如果知道 有遇到这些情况 但是我们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会不停地寄信给你 告诉你 我们有预期的金額 未交 我们会主动 会要求你打电话给我们 是你打电话给我们的 我们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是打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做一个 你会不会现在的低收入 我们帮你订阅低收入计划 有些优惠 又或者是可以帮你分期 免息分期付款 如何处理了这一笔过期欠单 所以我们用很多方法 去和你沟通 可能去到最后 真的沟通不了 我们都会给一些 很多的信件 告诉你 我们可能是几日之后 可能考虑会断你电 或者是怎样 我们不会一下子打问 我们要立刻断你电 我们不会的 基本上那个 宽限的期是很长的 我们因为想给大家 去和我们接客 了解一下有什么计划 可以帮到你先的 因为其实我都经常说 我们不想去默默言 去停止服务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事要做 我们断了电 又要帮你弄回 我们其实是很忙的 不去到那一步 我们都不想这样做 所以希望大家要记住这件事 是的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收过这些电话 或者是这样的电话 其实都可以报告给PG&E 这样大家就可以 知道这个问题了 最后记得 PG&E是会立刻断你的电话 会有一封信 给你告诉你日期的 所以如果大家收到这些讯息 就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 我们下一部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欢迎回到第二节的座谈天下 佣南现在夏天要来 大家都开始计算天气热 开始开冷气了 我想问一下PG&E有没有 upcoming plan 可以帮大家省一省电费呢 其实是有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 Power Saver Reward Program Power Saver Reward Program 我们大概应该是去年推出的 其实那个原意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夏天 整个加州的气候也有点不一样 极端 因为最近几年的夏天是特别热的 平时湾区都不会去到90-100度 但是我们也遇到这些情况 过去那几年夏天 所以针对这些高温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要舒缓一下 我们电网的负荷 因为当时大家都听过 如果万一大家用得太多电 我们要轮流停电 所以我们很希望避免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推出了Power Saver Reward Program 原意就是说如果有些日子 是太热的 譬如加州已经颁布了 叫Flux Alert的日子的话 我们就会呼吁我们的用户 在下午4点至晚上9点 这5个小时里面 尽量省电 如果你愿意去省电的话 你会得到一些reward 或者一些奖励给你 就是如果你每省一个kWh 我们就给你2元 放在你的电费单上 所以我们看回去年来说 因为我们去年第一年开始做 有很多人都愿意去试一下 我们大概每一户 平均来说每一户 一共在去年 我们有好几个Flux Alert的日子 计算一下 平均来说每一户都省了35元 就是基本上有一个35元的奖励金 放入他们的电费里面 那这个reward program 它是针对 无论你在山南市也好 还是在三局地区 那些热的地区 大家都可以参加 是的 基本上 所有我们PG&E的用户 不论你住哪里 总之你的电费 是我们PG&E提供的电力 然后你都可以参加了 我们去年来说 是一个给大家自愿去参 就是基本上不需要申请的 我们自动会去帮你计算的了 因为我们有了智能电标的科技 我们知道你是省了多少kWh的电 我们一看到你是省了的话 我们就立刻拨回那个款项 去你的户口 大概就是差不多六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一次过去发放给你的 所以可能大家有时都会看到 有个credit在 不知道是什么的 其实那个就是Power Safe Reward Program 这个跟我们每年有两次credit 不一样的 是额外的一个incentive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有这个东西 虽然可能说2元1kWh不是很多 或者你未必每一天可以省很多 但是即即埋埋 譬如单说去年 平均每一会都拿到35元 35元都可以帮补一下电费 其实是 这个program 就是你之前说的 是自动加入的 是 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些什么 是 现在在这个程度上 是不是 就是湾区 我们先说湾区 是不是大部分民众 其实他们已经在这个program 里面了 是的 基本上 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叫做 就是off out system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加入 你就先通知我们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们 假设大家都希望 要有优惠 都应该是不会反对 但当然 如果有一些民众 不肯定自己有没有加入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上网去查回你自己的户口 有没有这个power saver rewards program 在那里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告诉大家 你究竟是不是已经加入了 或者你未加入 就要立刻加入 嗯 你刚刚提到是flex alert 那时 接着是民众要求那一天 就要减少用电 这个减少用电的量 它是相对于整个平均用电水平 还是相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水平 问得非常之好 首先我们这个计划 那个限期是5月至10月 即是说每年5月至10月 如果这5个月期间有flex alert的话 我们就呼吁大家 4点至9点制约用电 而在这5个小时里面 你制约用电 如何比较呢 就是比较之前那天 不是flex alert那天 哦 flex alert之前那天 是的 这样就看看你究竟省了多少电 嗯 Fianna 我还在微信群里 是 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PG&E以后的电费 会根据你的收入去调整 这件事是否真的 首先 这个传闻其实是一些报道 就是我们在4月份 向加州公共事委员会 提供的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呢 其实只是一个建议 现在暂时 因为其实去年6月份 我们是 就是州长和公共事委员会 就要求我们 加州一些电力公司 去想想想 然后呢 如何可以帮一些民众 他们可以省回电费 还有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将一些 在电费 大家都知道 电费其实 电费单很复杂的 如何可以简化它 令到大家容易了解到 电费里面有什么收费 其实呢 一般来说 现在电费里面 其实是有两种收费的 只不过它们 大家就融合在一起 让大家就不明白 其实那两种收费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一个固定的收费 就是要提供给我们 电线 电网 一些电线设备 一些fixed cost 去做一些维修的工作 这是fixed了 另外一个收费 就是根据你用的电 而去收费收回你多少钱 是吧 用多少钱 是吧 然后去收回 是吧 但是因为现在的电费 那个结构 是没有这种两种分开 它们就混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难去明白 是吧 所以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首先 多些人可以省电 可以帮助他们便宜点电费 第二就是令到他们的电费 更加透明度 透明度比较高 大家明白究竟是收 自己在付什么钱 是吧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就有一个 四月份 我们和加州另外两间电线公司 提供了一个报告 给加州公司委员会 基本上那个建议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就 将来收电费 电费来说 就可能有 将来分开 有一个fixed cost 另外就有一个按照你用电 多少去收回你多少钱的电费 那个fixed cost 那个内容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话 可能你要每个月给15元左右 是的 另外再有你用电的多少钱 将来再增加 是的 然后可能你中低收入的话 可能是51元 或者高收入可能是91元 大家会看到这些数据走出来 但是大家记住 如果将来真的有这个建议通过的话 大家每一道电 我们基本上我们计算了 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受惠的 根据这个全新的电费收费的计划 因为到时每一道电 就会便宜一些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每一道电 我们就包含了fixed cost 所以大家就不觉得 电费为什么越来越贵 但是如果将来的fixed cost 永远都是fixed 是的 然后那个电费是根据你 用多少钱去收的话 我们看过基本上 很多人 即大部分低收入的朋友 他的电费可以省成七成那么多 如果根据这个新的收费的标准 当然了 有辣有不辣 是吧 你说有些高收入 即可能是比较高收入的朋友 fixed cost 可能要给多些 是吧 当然我们这个都会完全理解的 所以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建议 因为是去年 加州政府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报告出来 那我们就想起来 和其他的电力公司去商量 究竟我们 什么方法是最公平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们也都了解了 可能对一些都高收入的朋友 可能未必公平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将这些所有的建议 就加回加州政府 那我们也都跟他们说 希望他们能够可以由一个第三方的机构 去真是全面去看一看这个计划 究竟是不是可行的 也都统计一下这些数据 是否帮到民主 是的 没错 好 而且由他们去决定 究竟谁是低收入 中收入或高收入的 不是我们决定的 所以就变成希望 符合到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之余 也都是迎合到民众的需要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因为现在纯粹是一个很初步的建议 CPUC的加州公众事务委员会 他会明年7月才去做一个决定 就算他决定了之后 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实行 因为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这是一个电费结构的更改 亦是比较大的计划 是的 所以可能到时会有很多公听会 有很多不同的机会 给民众去发表意见 所以现在是很初步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大家先不要这么紧张 接下来应该会有很多报道 去介绍FIX RATE 好 我们先进入广告 欢迎回到第三节的座谈天下 Fiona 我最近看新闻 都觉得好像停电多了 就是火烟 三番市 在这个天里开始有烟 如果突然间停电 其实民众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帮助自己 首先都是想和受影响的民众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确有些 比较大型的停电事故 在湾区来说 当然了 在我们公司的范围里 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很深入的调查 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而去做一些改善的工作 当然了 在民众方面 如果遇到停电的事故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我通常的建议就是 首先大家要看看究竟 你附近的block 是不是都停电 这是很重要的 即是自己停电 是的 还是整个block都停电 如果自己停电的话 就有很大的机会 可能是你自己 即是家里的线路的问题 那你就可能要找这个 就是师傅去看一看 是吧 但如果你看到整个block都停电的话 那很大的机会就是 我们公司停电 是吧 那我们通常一般都建议大家 最重要 是要打电话给我们 当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打电话给我们 和我们说你 汇报一下我们有个停电的情况 很大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有智能电标的技术 你停电我们基本上都知道 但是尤其是在一个华裔社区 我们遇到一些情况就是 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有in-law apartment 或者是有分租给人 即一个标定有几户 又或者是一些地区有一些散房 他们可能很大部分都是 因为只有一个电标 就是服务好几户人 甚至乎上百户的人 如果是散房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希望大家 因为在我们系统里面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电标 就是如果这些受影响的用户 可能我们未必即时知道 那间屋有10个人住的 或者有100个人住的 那个电标 所以我们都会呼吁大家 即使你本身的名字 没有在PG&E帐单上 我们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来家停电 因为一旦有个地址 我们就立即可以派人去做事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有一个中文热线 是吧 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给我们 那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网上的APP 或者是一个网站 我们都有一个停电地图 那你上去停电地图 看看自己家 即时报告 是的 可以即时报告 又可以立即看看 你所在的地址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会在停电地图那里 有很详细的说明的 亦都有中文的 那个停电地图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说 不知何时有回电 好像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 那你其实是可以主动一点 去了解一下停电的情况 那当然了 最好就是给我们个电话 那我们就可以帮你订阅 收到短讯 即是说 就算有停电 或者什么时候扶工电 我们都是短讯给你 那便可以即时作出一些计划 去如何安排 是的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遇到突然之间的停电 第一步就是报告给PGN2 无论是电话也好 即是打过去 或者是自己有一个APP 都可以即时回报到 那将自己这个被动的状态 就变为主动的状态 好 多谢Fiona 如果观众朋友 你们家里遇到这个停电的问题 第一步就记得去报告给PGN2 无论是打电话 或者是用手机APP都可以 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个停电地图 大家可以进入这个网站 都可以找到 好 我们今次节目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